大圆满法是从你的身体开始修 从你的身体修 然后相应的宜宙之间的水 就是变成甘露 把你的身体变成甘露 你的身体的水全部都是甘露 有人问我 那个污浊的水不是一定要排掉吗 为什么你还留在身体里面 向师尊修无肉法以后 无肉法以后 这个水就一定在身体里面 但是是污浊的 怎么办呢 那就要修佛部 修佛部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污浊的水 把它变成甘露 变成甘露 把水化成甘露 那么蒸气通过中脉 通过所有身上的经脉 通过五轮七轮 然后再流向各个 微血管 那么你的这个气 脉水 全部都充足 都充满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修这个大圆满的水步法 就是把你污浊的 变成清净的 像我们的衣服啊 佛陀曾经讲过 这百年的扣衣啊 那污秽的 百年的污秽的衣服 你用水泡 把他浸 再用这个洗衣粉 再把他洗 起来 你就变成一个清净的衣服 所以你懂得水步法 你就懂得清净自己 这个佛陀是这样子讲 这个朋友突然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我的声音有点哑 朋友说 不是 我看你抽烟的时候 只有一个鼻孔冒烟 一个鼻孔被塞住了 一个鼻孔被塞住了 我们身体清净了 血液循环好 你就不会 哈踏 这个就是心肌梗散 不会中风 眼里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血液非常的轻 就不会得到这种毛病 像那个人感冒 抽烟 一个鼻孔不通 他只有一个鼻孔出烟 一滴墨水 落在一杯清水里面 这杯水立刻就变色 不能喝了 一滴墨汁 融在大海里 大海依然是蔚蓝的大海 为什么 因为两个的龙度量不同 不熟的脉汇 直刺刺的向上的挺着 成熟的脉穗 低垂着头 为什么 因为两者的分量不一样 宽容别人就是度量 谦卑自己 就是分量 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质量 这是哲学 这是哲学 真的 很重要的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可能是唐僧 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 有时候是鸟人 我觉得 师尊心很宽阔 因为再过几十年 我们来相会 一起送到佛葬场 全部变成灰 你一堆 我一堆 谁也不认识谁 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 这是中国大陆的笑话 同志们 别要炒股 风险太大 还是做豆腐最安全 做硬的 叫做豆腐肝 做稀的 就叫做豆腐脑 做薄的 就是豆腐皮 做梅的 完全把豆腐做梅的 就是豆浆 放的臭的 就是臭豆腐 做豆腐 稳赚不赔 全部豆腐都有用 我们画画 画画 大家知道画画 画画 师尊画画 年庙上司画画 师尊画的画 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大家买我的画 但是年庙上司的画 大家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是画家 我自己也是画家 我都看不懂他的画 但是你知道吗 看不懂了 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 所以你买师尊的话 排第一 买年庙上司的话 排第二 排第二 总之我们回水不落外人田 拿 refugee 我们 哪里 呢 他 我们 都是 没有 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